好再一次欢迎这个全世界的朋友呢 再次欢迎全世界的朋友回到现场 那从刚才的视频会议到现在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没有离开 那这个大家有这个学习的心 这个是非常好 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当你愿意开启你的心思维 去接受一个最新的一个平台呢 最后所得到的 其实可能是超过你的想象 那我想这就是过去我四年来 在这个杰斯平台这一路走来呢 这就是我的感想 我觉得我最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那其中一个就是过去 我认为不存在的事呢 不代表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呢 并不代表他不存在 所以在这个如果愿意打开你的思维呢 去接受一个新的一个平台 那更重要的是能够跟着怎么样 跟着已经成功的朋友呢 去走去复制 我想当然他们的明天呢 他们的今天呢就是你们的明天 那我想今天的这个特别培训呢 其实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关键 因为很多朋友呢 其实他觉得这个平台不错 可是为什么好像还没有开始启动 或者启动没有用上怎么样 用上这个所谓的权力以赴 那我想其中一个关键呢 可能是你可能还没有看懂 这个奖金收入 还有这奖金收入这背后的这个意义啊 那我想呢 对我来说当 我真正看懂着这个生意的时候呢 我晚上睡不着觉 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原来我一个普通人 也有机会去参与全世界的财富分配 也有这样子一个平台 让我能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去怎么样 去学习 就是说就像念 我做的 我想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去 如果要当医生 你要花7年的时间去学医学院 去上课 还要去做实习 然后呢最后怎么样 最后才算到什么 赚到现在社会上认为是很好的这个收入 可是呢 我看到杰斯这个平台 你不需要花7年的时间 在现在在杰斯 你愿意在我们的US全球创富系统 你愿意 你可以在一年甚至更快能够怎么样 达到钻石的收入 那钻石的收入呢 我想没有任何的保证 这个生意是大家要 凭自己的努力用心 但是平均钻石的收入 就是5万美金一个月起跳 我想呢 连最好的医生 最棒的医生怎么样 他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去怎么样 去追求他的专业 但是他最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他的得着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复制的 那我想今天呢 我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帮大家来了解 到底这个奖金收入跟传统的行业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如果你可以认可这背后的道理 我想你要启动 就一点都不难了 因为呢 当你真正知道他的价值存在 其实你就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天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我想 每一个人现在手上呢 都有一个资源 那这个资源呢 就是不外乎时间 不外乎人脉 不外乎这个金钱 那我想 我把这个影片重新叫一次 因为他的这个animation没有存在 你等我一下 请大家稍等我 几分钟 OK 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三种资源 第一个资源是什么 第一个资源是时间 对不对 每一个人固定的时间 一天就是24小时 你身体再好 可能就只能工作十几个小时 那你的人脉到目前为止 你的人脉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固定的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我们的金钱 如果是上班的朋友 你每个月的收入也是固定的 或者你在银行的存款 除非你做特别的动作 不然的话 你的金钱也是固定的 但是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有一个平台 能够把你手上的这些 我刚才所提到这三样资源 能够从有限 像魔术师一样变成无限 请问你有没有兴趣了解 我想任何在固执的朋友 他都不能去否定 如果今天有一个平台 可以帮你把手上的资源 从有限到无限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兴趣 来了解这个生意 解释的奖金有不同的收入 我现在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一个的来告诉大家 到底这收入要怎么样去看待 每一个人 就像我刚才在视频会议提到的 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时间 你愿意可以把5种收入都赚到 或者你愿意 你可以赚其中的几样收入都可以的 那这几样收入呢 第一样叫做消费收入 那消费收入事实上是在所有收入当中 占的最小的一部分 而且我不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消费收入 待会我就会告诉大家为什么 那消费收入就是传统的这个模式 买低卖高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举例来说像我们这个 这个高生物科技的这个配权精华 一盒里面有30包 那我们网页上的价钱呢 美金是140块9毛5 那我们的会员价呢 是89块9毛5 当然很简单 这中间的差价 51块钱就是我们的利润 可是为什么我不鼓励大家去做 这个生意呢 因为你还是要去怎么样去贩卖 才会有这个收入 我想今天吸引那么多主流的人士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是被这个 需要被贩卖的这个动作所吸引 所以消费收入呢 是所有收入里面最小的一种 那再来呢就是推广收入 每一个人想要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最基本的动作就是要用分享 跟朋友分享你的经验 当然我们的这个系统呢 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去邀约朋友 让系统为你创造的工具呢 帮你来跟你朋友做解说 那推广收入呢 举例来说 对于要做生意的朋友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有这个一年的套装 举例来说呢 在这个中国大陆呢 一年的套装是3000块钱美金啊 那他呢会提供一个1000分的 在杰斯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套装都有分数 就像信用卡刷了有分数 就像坐飞机有里程 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 那如果今天呢 你自己加入了这个一年的这个 商务的这个套装 这时候呢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趋势啊 我在杰斯做了这四五年啊 真的是你做什么样的动作 你的朋友就会照样的去复制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以一个 商业务套装的这个经营者来做定位 同样的你就是会吸引 跟你同样的朋友 那如果今天呢 你是当消费者 当然你接触的朋友怎么样 最后都跟你一样变成消费者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 那今天你加入了这个一年的商务套装了以后呢 如果你今天跟一个朋友分享 放在左边 跟另外一个朋友也分享 他们都做你同样的动作 那每一个套装呢 有500块钱美金的推广奖金 这时候 当你跟两个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你就赚到公司给你1000块钱美金的 推广收入了啊 那这个推广收入呢 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 杰斯所谓的 不止我们杰斯是创造利润 杰斯也愿意怎么样 把利润跟所有的经销商来做共享 那在传统的行业呢 这个传统的企业 他花了一笔很大的钱去做推广 做市场打广告 请明星做代言 可是在杰斯呢 我们把这中间的这个部分完全的怎么样 除去 那除去的这些 分享的这个利润呢 杰斯就借着推广收入呢 把这个利润怎么样 拨回给愿意分享的这个经销商 所以这个是推广收入 当然你跟越多朋友分享 你就得到越多的推广收入 那在刚经营杰斯的朋友呢 推广收入是你最快的一个现金流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很多例子 就是还在上班的朋友们呢 但是呢他有兴趣创业 可是呢他在杰斯短短的时间 所得到的收入 你兼职在杰斯兼职的收入 竟然已经超过他全职上班的薪水 那这其中的道理呢 就是推广收入呢 是一个立刻及时的这个现金流 如果今天你加入了 这就是你投资了3000块钱美金 你在传统的行业 你投下去的钱 可能要花一年两年的时间 如果幸运的话 你才可以怎么样 把你的本拿回来 可是在杰斯举例来说 如果你加入了3000块钱的套装 在中国大陆的地区 你愿意的话 你推荐6个朋友 都给你做一样的动作 你是不是你的本钱就拿回来了 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免费 那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去推荐这6个朋友 你愿意的话 一天就可以推荐完毕 所以呢 杰斯的推广收入呢 是所有新朋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要快速的去推广 不只会帮助你建立现金流 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推广收入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那接下来呢 我要来告诉大家一个最吸引大家的 叫做市场收入 那今天这个市场收入 不是只有一个城市一个国家 而是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市场收入做到全世界 那每一个经销商都有怎么样 都有两个营运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那你的这个一旦你加入了以后 你的网络办公室会清清楚楚的显现给你看 那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 你左边推荐朋友跟你一样选择商务套装 右边一位朋友 也做同样的动作 那每当电脑看到 积分有300分跟600分 或者600分跟300分的组合呢 这时候呢公司就会给你35块钱的市场收入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像我们这个刷我们的信用卡 那信用卡说你累积到一个部分的时候 你这个点数可以用来什么 用来换这个咖啡机 或者用来换机票 同样的道理 可是在杰斯呢 我们所累积的点数是用来什么 用来换美金 hard cash是真正的这个金钱 而不是换到礼品 那接下来呢 好玩的事情开始了 当你推荐两个朋友 这时候你的生意不再是一人公司了 你的生意已经变成三个人 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来经营 所以你说三个人的力量大 还是一个人的力量大 我想大家都很聪明 都知道答案 所以 当不断的去分享的时候 你看看你现在收到这个1000分 左边1000分 右边1000分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拿到两次的什么 两次的900分的组合 就是美金70块钱 可是他们还继续的去分享 那在杰斯的一个奖金收入呢 其中一个让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 只要你对于经营者 举例来说你要是做一年的套装 你这一整年怎么样 所有的这个积分呢 都会保留不归零 所以大家非常的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不像好像 有时候 在这个其他公司 你需要为了去把它怎么样 把它弄成整数 所以不断去买产品 在杰斯你完全不需要 只要你做每个月 有60分的消费积分 那你的一年套装 都已经包含了这个一个机制 那这时候呢 所有这个积分的这个 balance这个积分 保留的积分呢 是不会归零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的 一个机制 非常的公平 那这时候呢 你的朋友还是可以继续的怎么样 不断的去分享 不断的去分享 这个就像细胞被扩散 那举例来说呢 我跟两位朋友分享 他再去跟他朋友分享 我不见得认识 他的朋友的朋友 可是他完全都在我的什么 都在我的营运区里面 这时候我不再是 靠着我自己个人的力量 而是靠着朋友的力量 靠着陌生人的力量 所以呢 我们的奖金收入呢 是秒算 周结 每一分钟 其实这个这个 现在很多朋友说 一望你现在的收入是多少 那我们都很喜欢呢 告诉朋友 你是问这一分钟的收入 还是上一分钟的收入 因为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网路办公室 是24小时不打烊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当你的生意拓展到不同的营运区呢 你确实可以拥有24小时不打烊的这个生意 所以呢 在这个市场收入不断的扩散 我们是每一个礼拜来结算 最多每一个礼拜呢 可以领取750次的这个这个300分600分的这个返利 所以呢750次一次是35块钱 也就是说最多在市场收入这个部分呢 一个礼拜你可以领取美金26,250元 折合一个月是10万块钱美金 那人民币呢 相当于65万 那我第一次刚加入杰斯在这个平台运作的时候呢 我看到这个奖金制度 奖金收入 我觉得好棒 可是好像很遥远 可是呢 我有一个选择 我可以选择相信 而且跟着系统去运作 如果你做了一个对的动作呢 你可能 在不到几年的时间 甚至更快 你可以达到满档 就是这个市场收入 所以呢在杰斯呢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销商 达到这个满档 就是一个月 有美金10万块钱以上的市场收入 我想呢 在杰斯啊 每次我们做奖金收入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呢 我都告诉大家 其实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意 没有任何的保证 就像任何传统的生意一样 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保证 可是呢 我们却可以带给大家一个保证 就是保证这个奖金收入是公平的 保证这个奖金收入是可以做到了 因为在过去四五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许多优秀的经销商已经怎么样 已经达到奖金的这个最大化 好 好 那再来呢我们看看另外一项收入叫做管理收入 那管理收入呢不是像你坐在公司去管人家 你不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有了US全球创富系统 我们怎么我们只要把这个系统传递的讯息 培训消息呢跟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个朋友 跟我们这个经销商呢传递下去就够了 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呢管理收入带给你的最大的利益 就是你不是只靠自己一个能力来赚钱来创业 今天如果你分享的朋友他有很好的一个什么 很好的一个这个愿景非常的努力去运作 你也有机会怎么样借他的力为你创造另外一份额外的收入 那举例来说如果你一样选择这个在中国大陆选择3000块钱的这个 这个美金的这个超值商务套装呢公司会送给你180天的这个管理奖金 那管理奖金呢你在推荐的第一 你推荐的朋友就是属于第一级的经销商 那当他们得到这35块钱刚才所提到这个市场收入的时候呢 公司也会给你额外20%的分红 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你推荐了我 那这个礼拜呢我有5000块钱美金的市场收入 你也有机会得到怎么样额外1000块钱的分红 ok那你可以有一个10个20个第一级的经销商 他们拿到的市场收入你都有机会得到20%的利益共享 那我直接推荐的朋友呢就自动变成你的第二级的经销商 那他们的市场收入呢也有15% 那依此类推第三级 你第三级呢也有10% 所以呢当你达到你买第一年的超值套装呢 你就有机会在前180天能够额外得到第一级 第二级第三级经销商的这个分红 所以呢这个管理收入呢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有越多这个前面几级的经销商 那他们越成功当然你也跟着怎么样跟着成功 所以这个管理收入是市场收入额外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呢最漂亮的就是你有机会参与全球的分红 当你达到公司最高的这个钻石以上的等级的经销商呢 公司每一季每三个月呢都会把公司的这个 业绩的这个总细分 commissionable commissionable sales volume的3%呢 播出来让大家有机会去分享 那这个全球分红呢就像 就像你是公司的大股东一样 你有机会怎么样参与公司全球业绩的分红 不是只有你国家而已 所以对我来说想要经营事业的朋友 既然要做一定要做到钻石级以上的领袖 来参与全球的利润分红 好那现在呢我来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到底 这个推广奖金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推广奖金 跟朋友分享那朋友选择商务套装或者是体验套装 那我们看到很多朋友怎么样 一开始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动作很快 那有些人是慢慢来 那这个绝对没有对跟错 但是我们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 我想请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你开了一个公司 那你这个公司呢最赚钱的部门是什么 就是业务部门嘛 公司所有的部门最吃香的就是业务部门 因为只有业务部门是怎么样 是为公司创造业绩创造利润 那如果今天呢你开公司 你的公司只有一个人是在业务部门 或者你有机会能够有10个人在你的业务部门 20个人在你的业务部门 或者是50个人在你的业务部门 请问哪一个公司业绩会跑的比较快 当然越多人在你的业务部门 你的业绩跑的很快 那在传统的公司里面要请到好的业务 你要出很高的薪水才可以请到这些业务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今天你开公司 可以请到最棒的业务 可是你不需要付他一块钱的薪水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 当然好 但是这业务的薪水不是我付 但是是从杰斯的奖金收入 公司自己会帮我付我业务的高收入高薪水 但是我可以跟公司一起来利怎么样 利润共享这个业绩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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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s 业务部门所创造出来的业绩 所以呢 对我来说推广奖金 举例来说好了 如果今天是11月1号 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是11月1号 你加入了 那你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动作很快的去不断的分享 分享分享 你也可以选择慢慢来 我来告诉大家 这两个动作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个如果我很快的分享 我这个月推荐了10个朋友 到了12月1号的时候 这就代表我的公司不再是一人公司 我的公司已经是11个人跟我一起开创业绩 你说快不快 当然快 那这样子同样的去复制下去 到第二个月到第三个月 你的公司的业绩不起来都难 可是如果今天 你一个月只推荐了一个朋友或是两个朋友 那到12月1号的时候 当然你的业务部分就是三个人 你觉得你的业绩有可能好的很快吗 当然跟多人的业绩部门的公司比起来 你怎么样 你损失了很多原本属于你的业绩 所以呢 对于这个推广奖金这背后的意义 其实就代表了你愿不愿意在前期找到许多业务 来帮你一起来扛这个业绩 人多就像扛水一样 人多一起去扛很轻松 可是如果只有你一个人 只有几个人的时候 当然扛的就很辛苦 所以呢 推广奖金 一定要让你怎么样 一定要让你真正了解他背后的这个意义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看管理收入这个背后的意义 管理收入就是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那很多朋友呢 常常说 那他加入以后呢 他的这个领导告诉他要快快的做 那有些朋友这个一开始不了解 我为什么要快快的做呢 那事实上 一样 我做投资理财的 如果我从投资报酬率来看呢 如果你不快快的做 而选择慢慢的做 事实上 你会损失很多原本属于你的管理收入 那我想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 现在在荧幕上看到这个三角形 最上面的 这三角形呢 有几个角度呢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第一个 按照理论来讲呢 你的第二集的经销商一定是比第一集的经销商还多 你的第三集的经销商的人数 会比你第二集的经销商都还多 你不见得都认识他们 可是 这就是复制的力量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今天推荐的50个朋友 这50个朋友 是我的第一集的经销商 那如果我这50个朋友 每一个人都推荐 十个朋友 那我是不是就有500个人的第二集的经销商 那这500个人 每一个人都在推荐5个朋友 我是不是自动就有2500人的第三集的经销商 所以呢 这个第一集第二集到第七集呢 其实是呈现一个正三角形的这个方式 所以你的第七集的经销商绝对多于你的第六集 第五集 第四集 第三集 第二集 同样的这个道理 那管理收入呢 你在最快的时间达到蓝宝石的时候呢 你可以拿到三集的奖金 那当你达到这个红宝石的这个经销商呢 公司会给你第四集的奖金 达到绿宝石的时候呢 公司会给你第五集的奖金 达到鑽石呢 公司会给你第六集的奖金 达到双鑽呢 公司会给你第七集的奖金 那如果今天 我们同样再从投资报酬率来看这个生意 如果今天 现在的行情喔 真的积极努力去运作 有人甚至兼职在半年的时候 就打倒红宝石 那我想呢 如果今天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半年的时间达到红宝石 跟做了两年的时间 慢慢走慢慢走 两年达到红宝石 你知道这两年 还没有达到红宝石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代表你拿不到第四集 5%的分红 那这拿不到的这个分红 不是到任何人的口袋 是怎么样 是还给公司 所以呢 当你没有达到红宝石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这第四集的 管理收入 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拿到 已经是浪费掉了 那同样的 现在还不是钻石的朋友 如果你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现在是蓝宝石 有些人给你同时进来的时候 已经上了钻石 也就是说 你原本也可以跟他一样 拿到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的奖金 但是当你还没有成为 钻石的时候 这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的奖金 最后回到哪里 回到公司 没有办法回到你的口袋里 所以呢 我觉得做这个生意 当你了解做了的成果 也要了解如果你不做的代价 我想当你了解这两个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 我想你应该知道 其实在这个生意做得快 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有一个机会呢 能看到管理收入背后的意义 因为 如果你现在是蓝宝石 你有更多的人是你的 第四集的经销商 第五集 第六集 第七集 有更多的人 他们原本的分红 都可以到你的口袋里 可是因为你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境界 你的怎么样 你的这些分红要怎么样 要退回去公司 所以呢 要抓住这个机会怎么样 快点上了钻石 甚至到了双钻 可以把这所有属于你的管理收入的 或者怎么样都能够放到你自己的口袋里 那我想呢这个生意 为什么能够帮我们 从我们所有的资源整合 能够从有限变成无限 我想靠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呢 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那在我们US全球创付系统呢 我们的系统创办人King Huy的这个领导之下 我们系统有一系列的活动 那这个这个啊 举例来说公司有这个 这个每一季的这个香港大学 或者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有这个Star Event 那我们的系统呢 也有一系列跟随着这个公司的时间呢 有安排特别的这个培训 那我常常说 系统的培训 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我用开飞机 来做跟大家做解释 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学开飞机 你请问 你要跟开飞机的机师来学 还是你要跟航空公司里面的职员来学 大家都知道答案 当然你要跟会开飞机的人来学 是怎么样 是才是真正验证过的方法 没有公司 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开飞机 但是如果你真正要学会怎么样 这样扮演好经销商的角色 很重要 一定要跟随系统 那我们的系统呢 的创办人是Kim Hui 可是就像他所说的 系统真正的力量 是来自全世界全球优秀的领导 一起怎么样 一起组合的这个系统 所以呢 这个我们每三个月呢 我们的系统有一个卓越钻石的这个高峰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阵容 我们的系统在10月份呢 有出了10位的这个钻石 那现在呢 在萤幕上大家看到这12位的钻石们呢 来自不同的国家 拥有不同的背景 也有不同的年龄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就是他们想要怎么样 他们想要上到钻石 能够去影响帮助更多的朋友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场特别的培训 是来自这些不同背景的朋友们分享 你觉得在观众席上的朋友 还有人认为他不能做到吗 所以呢我想这就是系统的力量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卓越钻石高峰会呢 我们会有总共12位的这个钻石 加上这个整个这个国际的团队呢 差不多30几个人呢 我们会到4个国家 那第一个呢 我们会在12月6号到马来西亚 那马来西亚的白天呢 我们有6小时的卓越钻石高峰会 那我知道在这个上一季 这个七八位钻石呢 每到一个国家呢 做的培训之后呢 都是震撼震撼当地 更重要的是 培训的效果 当这个团队这个领袖离开的时候呢 你看到业绩有上升 这就是代表这个培训是确实是有效 因为这个培训不是课堂上的培训 他们所分享的 都是他们实际走过的路 实战的这个经验啊 所以呢我们第一站会到马来西亚 那当然呢6号晚上呢 跟7号呢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杰斯公司呢 也有当地的star event 那我们呢也很高兴呢 能够参与公司的这个活动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在12月这个9号呢 到达新加坡 那新加坡白天呢 有6小时的这个卓越钻石高峰会的培训 那晚上也有创业的这个说明会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赶着飞机哦 会到达香港 那我们知道呢 香港在12月10号12号呢 有我们这个香港的这个杰斯大学呢 我们也会全程的这个参与哦 那在12月的12号晚上呢 我们也有这个创业说明会 跟12月13号呢 我们也有6小时的卓越钻石高峰会的这个特训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到达台湾 那在12月14号在台中哦 会有一场卓越钻石高峰会的这个培训 所以我想这就是代表系统的力量 这个生意也许你的所在地不是这四个国家 可是我相信你的朋友 或者你团队的朋友 他们都在这四个国家以内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怎么样 你就可以借用系统的活动 来帮你怎么样来带团队 所以呢我想呢在这个这个已经买到票的朋友们 恭喜你 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的这个票呢 供不应求哦 那我想呢 真正想要认真学习的朋友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那跟这个来自全世界 这个系统优秀的领袖一起学 那这些领袖呢 他们自己呢都走过怎么样 走过 迈上钻石的路 我想他们的分享也是最贴切最实际的 那我在今天呢也谢谢这个 线上这个还是几百位的朋友 还在线上呢做这个学习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奖金收入呢 能够真的让你看到 为什么要经营这个生意的原因 如果这个生意能够带给我们的 是我们传统行业在努力10年20年 都没有办法得到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放一点时间来全力来经营 边做边学边赚钱 那有机会跟全世界的正能量的朋友 一起怎么样一起学习一起接轨 我想这个就是创业的路上呢 最开心的事情 所以呢 我想呢刚才提到传统的行业是为大家 传统行业是为公司的老板创造利润 那杰斯因为有那么棒的这个优惑的这个 这个奖金制度所以杰斯存在的目的 不只是创造利润更重要的他要怎么样 他要跟所有的经销商来做利润的共享 那对于呢还有更高使命的朋友 当你跟着系统去运作 系统会用已经验证的方法 帮助你去创造你自己的生意的利润 还有更重要的是系统能够帮助你创造价值 那这个创造的价值呢 是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到 我有跟一群有同样愿景 有同样想法 有同样思维的朋友 大家聚集在一起 我想这个碰撞的力量呢 是很大的 所以为什么呢 很多朋友走过这个路以来呢 他们说其实赚到的钱 是所有得到的最小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所赚到的人生课程 价值友情学习 我觉得这是无价的 这是我过去在学校 甚至自己创业的路上呢 都没有办法得到的 可是今天在我们 US全球创富系统 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着系统一起去运作 我想这是非常开心的 那我要再一次谢谢 谢谢所有来自全世界的朋友 那明天呢 我想询问推荐你的朋友 我们的系统呢 每个礼拜有不同语言的 有国语的 有英语的 有广东话的 有印尼文 有日文的这个视频说明会 所以呢这个生意 其实只要你怎么样 只要你愿意 系统绝对会教你一步一步 快速的运作 所以还没有加入的朋友 赶快锁定属于你今天的机会位置 那也很期待 在很不久的将来 几天之后 我们可以在亚洲跟大家见面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 周末假期 还有如果今天晚上 你因为听了奖金制度睡不着 我要恭喜你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俱乐部